明朝末年 在安顺县大河镇内有一个侨夫名叫李安 他从小父母双亡 是吃村里的百家饭长大的 这些年来可谓是受尽了苦难 李安性格憨厚老实 心地善良 平日里听闻谁家遇到了男士 他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是村子的男人 村子里出了名的大好人 可是李安现在年过三十 却仍然是孤身一人 村子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 都已经满街跑了 唯独李安自己还是个单身汉 只因他砍柴赚来的银子 只够自己维持温饱 而且平时也没少接济别人 所以这些年来 根本就没有攒下银子 只有家里的这两间茅草屋 根本就没有姑娘 肯嫁过来受苦 李安望着别人成双成对的 自己心中也很不适滋味 于是便决定多攒些银两 争取过两年 能够娶上媳妇 这天在一间包子铺的外面 一个浑身破破烂烂的妇人正跪倒在地 此时她的怀里还有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母女俩看起来甚是可怜 妇人对着掌柜恳求道 大哥您就醒醒好吧 再给我一个馒头吃吧 以后我会做牛做马抱打你的 只见掌柜眉头紧皱 她走上前说道 你这妇人怎么又来了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是个生意人 不是什么大善人 你赶紧离开吧 可是妇人似乎不死心 她抱着孩子就给掌柜磕起了头 原本准备过来买包子的客人 见到这一幕 纷纷绕道离开 似乎是忍受不了这妇人身上的恶臭 见到妇人影响了自己生意 掌柜一下子也是来了脾气 她上前一脚就将妇人踹翻在地 指着她的鼻子冷声说道 赶紧给我离开 若是再赶来我这乞讨 看我不把你的腿打折 妇人原本就饿得没有力气 再被踹上这一脚 这下子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 怀里的孩子也开始放声大哭了起来 恰好进城送柴的李安路过这里 见到妇人那凄惨的模样 她赶忙上前将妇人搀扶了起来 还给她买了两个包子充饥 妇人来不及道谢 连忙接过包子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李安担心她噎着 赶忙从怀里掏出水壶递了过去 很快妇人就将两个大包子给吃完了 只见妇人扑通就跪在地上磕头道 多谢大哥施舍 小妹无以为报 下辈子一定做牛做马 报答你 李安赶忙将妇人搀扶起来 她开口道 妹子你怎么会落到如此境地 孩子的父亲呢 文言 妇人不禁失红了眼眶 她缓缓说道 小妹朱翠红 去年家里闹了饥荒 我们一家人被逼无奈 一路南下 不料在路上遇上了山贼 我丈夫为了保护我们娘俩被山贼杀害了 如今只剩下我们靠着乞讨为生了 文言李安也是心生同情 现在外面这天寒地冻的 这母女俩也太不容易了 于是李安便开口道 翠红 不如你随我回家 恰好我家里还有一间空房 你们娘俩暂时住下 等日后有了更好的去处再离开 也不迟 听到李安肯收留自己 翠红激动得是浑身颤抖 于是李安便带着娘俩朝着家里赶去 在路上还给翠红买了身新衣服 毕竟她这身上的味道实在太难闻了 等到安置好了二人 李安便继续去砍柴了 本来家里的积蓄就不多 如今又多了一人吃饭 她必须要多干一些才能维持温饱 等到李安到家已经是傍晚了 她刚一进屋便闻 到了一股浓浓的饭香 只见桌子上正摆放着热腾腾的饭菜 此时一个容貌秀丽的女子上前说道 李大哥 今天累了吧 快些坐下来吃饭吧 李安望着女子惊讶出声 你 你是翠红 原来你竟然这么漂亮 翠红见到李安吃惊的模样 不禁脸色羞红 她点头道 李大哥就别取笑我了 快来尝尝这饭菜合不合口 李安夹起一口菜放到嘴里 瞬间就食欲大开 她还是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的饭菜 连忙对翠红竖起了大拇指 翠红见到李安那狼吞虎咽的模样 也是心中一喜 自打翠红来了之后 这家中里里外外都被她收拾得十分干净 让李安十分的满意 可这孤男寡女相处久了自然会产生感情 所以很快二人便互生情愫 这天李安刚准备睡下 突然翠红脸色羞红地走了进来 李安开口道 翠红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事吗 只听翠红说道 李大哥 其实我心中早就对你倾慕已久 若是你不嫌弃 翠红愿意嫁你为妻 一辈子伺候你 文言李安微微一愣 他赶忙说道 翠红 你年轻貌美 若是改嫁 一定能找到比我好的 你我年纪差了这么多 我哪里配得上你呢 翠红硬道 李大哥在我心中就是最好的男人 翠红心里除了李大哥再也放不下别人了 听到翠红的心里话 李安心中大喜 他点头道 翠红 既然你看得上我 那我李安今生绝不会负你 我一定好生照顾你们母女 于是第二日李安便邀请乡亲们过来做了个见证 顺利地和翠红拜堂成亲了 大家见到李安娶到了一个如此美貌的妻子 一个个的也是羡慕不已 后来翠红还把女儿改姓李 全名李施宇 李安为了不让女儿受委屈 便决定不再要自己的孩子 只要一心一意将女儿抚养长大就够了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李施宇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她这相貌比起当年的母亲更加美貌 就好似那城里的千金小姐一般 在这附近的村子很是出名 村里到了适婚年纪的男子 经常会慕名前来 想要追求李施宇 可是李施宇却对他们不予理会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定下婚事 这天母亲找到李施宇说道 施宇 你如今也到了该出嫁的年纪 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姑娘早就嫁出去了 你若是在挑三拣四的就不怕嫁不出去吗 李施宇笑道 不瞒娘亲 其实施宇心中早就有了心仪的男子 只不过迟迟没有说出来罢了 文言母亲眼前一亮 她赶忙问道 究竟是谁家的小子 还不快说来听听 若是可行娘便去给你说没 李施宇脸色羞红地说道 她叫许士诚 是城里许木匠的儿子 不知娘亲可曾听说过 文言母亲不禁面容古怪起来 她开口道 没想到你竟然喜欢上了那个书呆子 此人我见过两面 虽说长相不错 但是她一心只读圣贤书 你嫁给她可该如何生活 原来许士诚从小就对读书感兴趣 父亲许木匠本想着传她木匠手艺 好等她大了接手自家的木匠铺子 可是儿子却对木匠十分的抗拒 一门心思都放在了读书上面 这可把许木匠愁得不行 如今许士诚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可是人家姑娘见她心里只有书卷 谁也不肯嫁给这样的一个书呆子 所以许士诚这才单身至今 而李诗宇也是偶然间与她相遇 她一瞬间就被许士诚那温文尔雅的气质给吸引住了 于是二人在私下里便经常往来 只不过都没有戳破心中的想法罢了 李诗宇面对母亲的质疑开口道 娘 我相信许大哥 他在读书方面很有天赋 若是给他几年的时光 他一定能够有一番大成就的 见到女儿执意如此 母亲也只好妥协了 于是便与丈夫说了此事 李安知道后并没有反对 他不期待女儿嫁进富贵人家 只希望女儿嫁给幸福就好 于是几日之后夫妻俩便找到了许木匠家里说了此事 许木匠见到李诗宇知书打理 年轻貌美 心中是激动万分 没想到自己这不开窍的儿子还真的招了个媳妇回来 于是许木匠赶忙将儿子喊了出来商议此事 可是许士诚却表示希望将婚期延长两年 等到自己高中状元之际定然会回来 迎娶李诗宇过门 听到儿子的话许木匠是心中大怒 如今好不容易有女子肯嫁给他了 竟然还要拖延婚期 于是他便抄起一旁的木棍准备教训儿子一顿 不料李诗宇却上前拦了下来 他开口道 许伯 此事我与许大哥早已经私下商量过 我尊重他的选择 我也相信许大哥一定能做到的 见到李诗宇都不反对 许木匠这心中的火气也散了大半 于是许木匠赶忙备好了丰盛的饭菜 当天就把二人的婚事定了下来 平日李许市成都会在集市上摆摊卖画 一方面是为了赚些银粮补贴家用 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躲避父亲的责骂 眼看就要中午了 李诗宇在家里做好了饭菜便出门去了 这些时日他总会给许市成送饭 并嘱咐他安心读书 让许市成心中十分的感动 可就在李诗宇刚到集市之时 突然见到一群人正围在一起 不知道看些什么 李诗宇心中疑惑 那位置似乎是许大哥的摊位 为何今日如此的火爆 可等到李诗宇走近一看 眼前的一幕却将他吓得够呛 只见一个一群家丁正把许市成按在地上暴打 在他们身旁还有一个衣着华贵的富家公子在那冷眼旁观 李诗宇见状连忙冲了进去 他奋力地把几个家丁推开 用自己小小的身体挡在许大哥身前 虽然他心里害怕得不行 可是为了心爱之人 他也要挺身而出 只听许市成虚弱地说道 施宇快跑 这些人是为了抓你而来 你千万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文言李诗宇心中大惊 自己并没有招惹他们 为什么要对付自己呢 那富家公子见到李诗宇的一瞬间 双眼都快放光了 他连忙上前说道 小姐莫要害怕 在下乃是王家王富贵 见到小姐美若天仙 这才想与小姐结识一番 绝对没有任何恶意 原来是许市成为李诗宇做了一幅画挂在了摊位上 本来准会一会送给他 不料却被这王富贵给看见了 王富贵一眼就相中了画上的女子 便询问许市成诗宇家住何处 许市成一眼就认出了王富贵 此人是王源外的独子 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就欺男罢女 无法无天 若是诗宇被他抓到了定然没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许市成便闭口不言 不料却因此激怒了王富贵 他二话不说就先翻了许市成的摊位 还让手下上去给了他一番教训 为的就是问出李诗宇的住处 可就在这时李诗宇竟然自己来了 这可把王富贵激动坏了 李诗宇对于王富贵丝毫没有好印象 他开口道 你就别打我的心思了 我已经和许大哥订婚了 我这辈子只能是他的人 文言王富贵不禁脸色阴沉了下来 在这城里凡是被他看上的女子 谁能跑得掉 他还是第一次被人拒绝 于是王富贵便冷声说道 我王富贵看上的女人还没有得不到的 来人哪 继续给我打 说罢一群家丁便又对着许市成拳打脚踢起来 李诗宇想要阻拦 可他一个瘦弱的女子哪里是这些人的对手 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 突然一队官兵从这路过 王富贵健壮连忙制止了手下 王家虽然势力庞大 但还不敢与官府作对 所以王富贵便冷哼道 今日算你们走运 本公子给你时间考虑 若是你再敢拒绝我 我就将他活活打死 说罢王富贵便带人离开了 李诗宇便求助一旁的乡亲们将许市成台回了家 当家里人得知此事之后 也是心中愤怒 这王富贵也太猖狂了些 可是王家一般人也招惹不起 再这样下去 李诗宇岂不是要嫁进王家了 就在众人犯愁之际 李诗宇突然说道 现在只有我嫁进许家才能断了那王富贵的想法了 文言众人皆是点头 既然如此两家便将这婚期提前 看到富贵恢复还需要两三日的时间 于是就将婚期定在了三日之后 很快两家大婚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许牧将也找人把家里布置得十分喜庆 此时很快就传到了王富贵的耳中 王富贵不禁心中冷笑 便对着一旁的手下吩咐了下去 就在大婚的前一天 许牧将突然梦到了一条大蛇 大蛇竟然口吐人言道 恩公 你们大难临头了 我是特意来救你们的 许牧将一眼就认出了大蛇 正是他之前在山上偶然救下的那一条 没想到竟然是一条修炼有成的蛇仙 于是许牧将连忙恳求道 明日就是我儿大婚了 还请仙家出手相助啊 只见大蛇点了点头 随后便对着许牧将嘱咐了一番 还不等许牧将出言 感谢他就从梦中醒了过来 此时天已经亮了 于是许牧将赶忙起来操持 是时候去接新娘子了 很快许家便吹吹打打地把新娘接了回来 原本宽阔的宅院也已经被宾客们挤得满满当当 场面甚是热闹 于是在众人的见证下 二人终于顺利地结为了夫妻 许牧将在一旁 也是激动得老泪纵横 在他的带领下 父子俩便一桌挨一桌地给客人门敬酒 这饭一直吃到了傍晚这才结束 等到送走宾客之后 许牧将便对着儿子逼语了几句 很快儿子就带着李诗语过来拜见父亲 许牧将对着二人郑重地说道 今夜有人要害你们 记住晚上千万不要点啦 文言夫妻俩连忙点头 随后便回到了洞房里 约莫到了夜里三更时 突然一道黑影从墙外翻身进来 他一路来到了洞房之外 见到里面没有光亮 这才偷偷地开门进去 只见此人手持一把尖刀 对着床头的位置就捅了下去 本以为会一击命中 不料捅了数次都没有成功 此人掀开被子一看 发现床上竟然是两个稻草人 由于光线太暗自己根本就没有发现 就在此时房门被人猛然踹开 只见一队官兵从外面闯入 一瞬间就将此人控制住了 随后便带着人来到了官府 在县令大人的审问下 此人终于是说出了事实 原来他的真实身份是山贼 这次受了王家的嘱托来暗杀许士成 不料却中了埋伏 文言县令瞬间大怒 他连夜派人搜查了王家 发现王家竟然私下里勾结山贼残害百姓 所以王家人便被县令打入了死牢 等待秋后问斩 后来许士成在刻苦努力下终于是高中了状元 还被巡抚大人看重 举荐他做了一方之线 许士成将家人全都接了过去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明朝末年 在永安县顺平镇内有一个李源外 家中世代都是做布料生意的 传道他这一代更是清出于兰而胜于兰 成为了城内的首富 李源外心地善良 乐善好施 平时没少帮助周围的穷苦百姓 深受乡亲们的追捧 或许这也是李家能够经久不衰的秘诀吧 李源外娶妻柳氏 妻子并不是什么世家小姐 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丫头 是李源外外出游玩时偶然认识的 没想到竟因此一见钟情做了夫妻 柳氏虽然出身普通 但是他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所以李源外对他是疼爱有加 新婚之后 李源外除了做生意 其余的时间都用来陪着妻子 任谁看了都是羡慕不已 不出半年的时间 柳氏就查出了身孕 这可把李源外激动坏了 他担心丫鬟伺候不好妻子 于是便亲自陪在妻子身边照顾 让柳氏很是感动 终于夫妻俩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孩子出事的这天 李源外早就将城里最好的吻婆与郎中都请了过来 在一番焦急的等待之后 吻婆终于是面色激动的走了出来 恭喜老爷 夫人生了个公子 老身给您报喜了 文言李源外激动的浑身颤抖 他大笑道 好 好 我李家重重有赏 说吧李源外便来到了屋子里 看到妻子身旁的小家伙 眼神中是充满了喜爱 柳氏将孩子轻轻地递给丈夫 随后便说道 老爷 是时候给孩子起名字了 李源外低头望着儿子 随后便轻笑道 不求他今生有多高的成就 只希望他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就叫他李安吧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李家此时也是热闹非凡 今日就是他李家少爷的满月宴 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纷纷赶来贺礼 他们可不想错过与李家拉近关系的机会 此时李源外正在院子里面招待客人 突然一道爽朗的笑声传来 大哥 恭喜恭喜 今日我可要好好看看我那贤侄 文言李源外也是笑着迎了上去 此人名叫周武 是李源外的结拜兄弟 这周家也是城里的名门望户 不过却经历了几次危机 若不是李源外出手相助 恐怕周家早就撑不住了 所以周武才认了李源外为大哥 周武见到李安后甚是喜爱 当下便说道 大哥 恰好我家刚有了一个女儿 倒不如今日就为他们定下亲事 岂不是喜上加喜了 文言李源外也是眼前一亮 随后便看向了自己的妻子 柳氏也是笑道 这样也好 让阿尔能够娶到一个知根知底的媳妇 我们也就放心了 于是当天两家便定下了亲事 自此以后两家的关系是更进了一步 周家在李家的帮助下 也是渐渐地站稳了脚跟 可就在李安十岁这年 李家却突发变故 一天夜里 一伙山贼突然就闯进了李家 将李家之人尽数砍死 李源外为了掩护妻儿离开 也死在了山贼的手里 最后山贼离开时 还一把火将李家烧成了灰烬 山贼这么大的动静 也是激怒了官府 支县派出了众多官兵上山剿匪 可等他们到了山上一看 发现这山贼竟是提前溜走了 不知道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 见状官兵只好撤了回来 如今诺大的李家只剩下了母子二人 而李家的产业也是在一夜之间被周围的几大世家 瓜分一空 柳氏强忍住 悲痛带着儿子回到了乡下的平房艰难度日 不料 柳氏因为过于思念丈夫 很快就生了一场大病 年幼的李安连忙去请来了郎中为母亲治病 可没想到郎中也是无力回天 不出几日柳氏便撒手人寰了 李安接连失去了父母 心中也是痛苦万分 他将母亲安葬后 便只好靠着家中的一些积蓄过日子 乡亲们见他可怜 也经常会过来帮助一二 渐渐的李安也是成熟了许多 如今李安已经十八岁了 他靠着家中的积蓄做起了生意 虽然挣得少了些 但只要能够学到经验那就够了 要知道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经商之道 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 一定可以重现李家的辉煌 这天李安在家中突然就翻出了一封书信 这正是当初李家与周家定下的娃娃亲 李安这才记起了此事 不过如今他李家已经不存在了 想必周家不会守约将女儿嫁给自己的 要不然这些年为何周家从来没有派人与他联系 不过既然是父母为他定下的事 他自然也要亲自去一趟周家处理此事 于是这天李安便换上了一身新衣 还买了不少了的礼品来到了周家 不料这刚到周家门外就被下人给拦下了 无论李安如何解释下人都不愿放他进去 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人恰好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李安一眼便认出了他 正是那周五周五过来问道 你是何人 来我周家有什么事吗 文言李安连忙说道 周伯伯 我是李安啊 您不记得我了 听到李安的话周五微微一愣 随后便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是安儿 你怎么来了 快来礼屋 让周伯伯好好看看 感受到周伯伯的热情 李安也是心头意暖 于是便跟着他来到了屋内 在周五的询问下 李安便将自己这些年的生活说了出来 周五表示自己也派人去寻找过他们母子 不料却没有找到 本以为他们已经死了 没想到竟是去了村子里 周五开口道 安儿 既然你来了 就住在周家 这里便是你的家 文言李安心中感动 不过他却拒绝道 周伯伯的好意安儿心领了 安儿准备去做些生意锻炼一下 争取早日重现我李家的辉煌 听到李安的话 周五也就没再强求 于是他继续说道 安儿你今日前来 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文言李安连忙说道 不瞒周伯伯 安儿是在家翻出了此物 这才想到两家定下的亲事 今日便是为了这亲事而来 话一落下 周五便见到李安掏出了一封书信 随后只见他脸色一僵 迟迟都没有回话 可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突然走了过来 李安一下子便认出了他 他就是李安的未婚妻周妹 不等李安开口 周妹便一脸嫌弃地说道 你别痴心妄想了 如今你李家已经不复存在 你只不过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而已 我周妹怎么可能嫁给你 文言李安不禁心中窝火 就在此时一旁的周五突然开口道 妹儿 不得无礼 还不快些给你李安哥哥道歉 不料那周妹看都不看李安 直接就转身离开了 周五见状也是开口道 安儿 你莫要与她一般见识 这些年都被我给宠坏了 而且这婚约也只是当初口头说说 既然妹儿不愿意 我再为你说一个更好的女子如何 听到周五的话 李安也是心中明悟 如今她李家一无所有了 这周家的真面目也就露出来了 不过这样也好 她便借着今日解除了这婚约吧 于是李安便开口道 周伯伯 既然如此 这婚约便就此作废吧 安儿有事就先告辞了 等日后再来看望周伯伯 说吧 李安便转身离开了 那周五望着李安渐渐远去的背影 也是冷哼道 还真以为你还是那李家公子呢 真是可笑至极 此时李安正走在街道上 对于周家的态度 他并没有在意 这些年来 他早已经认清了 这时间冷暖 所以这婚约解除了他并不失望 反倒是轻松了不少 就在李安到家的时候 见到一个老乞丐突然走了过来道 老头子我饿了许久 不知小哥可否给些吃食啊 文言李安连忙说道 老伯快快里面请 我这就给你做饭去 于是李安便去炒了些饭菜 给老乞丐端了上来 老乞丐心中一喜 随后便狼吞虎咽了起来 不一会这饭菜就都被他吃得一干二净 老乞丐满意地抹了抹嘴 随后便神秘兮兮地说道 老头子也不占你的便宜 你就此南下 在那清平县内定然能有一番机缘 说吧 老乞丐便起身离开了 李安愣在原地不停地 回想着老乞丐的嘱咐 他记得小时候 父亲说过 不要小瞧任何一人 要知道这世上有着许多饮食高人 有的时候 他们一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于是李安便决定赌上一把 反正自己如今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倒不如去那清平县碰碰运气 到了第二日一早 李安便带好了全部的家当 跟着一个同行的商队一路南下 终于是找到了那清平县 只见这里到处都是商人 李安一眼就看出了这里的机会 不由得心中大喜 或许自己真的能够让李家重回巅峰 于是李安便在此落脚发展了起来 李安从一个小商贩开始做起 没想到不出半年的时间 便赚到了第一桶金 自此之后 李安做生意 游有神助 很快便在当地小有名气 转眼间三年过去 如今的李安已经成为了一个家产万贯的富商 于是李安便将产业全都搬回了顺平镇内 在之前李家的旧址上重新建起了府邸 一下子城里的几大世家全都被惊动了 没想到这李家小子竟然能够卷土重来 而且今日的李家要比之前的李家更为厉害 一时间城里的世家纷纷登门拜访 想要与李安拉近关系 可是李安却将众人拒之门外 他可清清楚楚记得当初这些世家是如何瓜分自家的产业的 如今他怎会给他们好脸色看 当周家得知此事之后 也是心中悔恨万分 尤其是那周内 没想到自己曾经看不起的穷小子竟然变成了如今的李源外 周五见状也是说道 妹儿 此事就交给你了 那李安不是无情之人 只要你好好说他 定然会按照婚约娶你过门的 于是第二日 周家妇女便登门拜访去了 李安看在往日的情面上 便让他们来到了屋内 当周五表示今日是为了二人的婚约而来 李安直接便打断了他 随后只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走了过来 李安介绍道 周伯伯 这是我的妻子彩霞 这婚事就不劳周伯伯牵挂了 若是周伯伯没有别的事就请回吧 见到李安那冷淡的态度 周家妇女也是被弃得不行 于是便起身离开了 对于这周家 李安自然也是没什么好感 因为当初瓜分李家产业的便有周家 如今李安事业有成 还娶到了一个如花似玉般的妻子 就盼着妻子能够为自己生下了一儿半女 也好为李家延续向火 可是二人结婚也一年多了 妻子这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这可急坏了夫妻俩 于是李安便带着妻子四处寻衣 可是效果甚微 就在李安发愁之际 一个道士突然来到了李家 表示自己有办法解决此事 夫妻俩不禁心中大喜 于是便恭恭敬敬地将道士请了进来 道士一番推演之后便开口道 夫人命中无子 老夫只好为夫人逆天改命方 可有一丝机会 只不过这代价可救 文言李安连忙说道 道长放心 事成之后我李家自然 是会重金相报 听到李安的话 道士脸色一喜 随后便开口道 贫道这有几道皇服 只要夫人在同房之时 将这皇服戴在身上即可 文言夫妻俩激动地接过了皇服 随后李安便拿出了一千两银子 作为答谢 道士接过银子便告辞离开了 于是接下来的几日里 夫妻俩便按照道士的指示同房 一段时间之后 妻子的精神是越来越好 就好像有着用不完的力气一般 不过李安却是瘦了一圈 整个人精神也是变得违靡 原本夫妻俩并没有当回事 可突然有一天 李安就陷入了沉睡 这可把妻子给吓坏了 她请来了郎中为丈夫检查 可是郎中也没有见过如此怪病 一时间没有了办法 就在妻子无可奈何之际 一个老乞丐突然找上门来 表示自己有办法 妻子连忙将老乞丐迎了进来 只见老乞丐在李安身上点了几个穴位 随后手上便浮现出了道道金芒 朝着李安的体内便钻了进去 许久之后 李安终于是睁开了眼睛 当李安见到老乞丐时 瞬间就激动得浑身颤抖 这正是当初给他指引方向的老神仙 于是李安便准备起身行礼 不料身子虚弱 险些跌倒在地 老乞丐摆手道 李园外 无须多礼 老夫也是算到你有此一劫 所以才来助你度劫 随后 老乞丐轻轻扬手 只见那道士 给的皇福拳都落在了他的手里 老乞丐开口道 这里面封印的乃是采阳术 若不是老夫来得及时 你最多能活三天 文言李安大惊 没想到那道士竟是来害自己性命的 于是李安便恳求道 还请老神仙指点迷津 那道士究竟是谁派来的 老乞丐微微点头 随后便念出了几句咒语 只见那几道 皇福瞬间就化作一道流光飞射而出 很快就没有了踪影 老乞丐开口道 老夫该做的已经做完了 便不再多留了 里园外要好生保重 记住要与人为善方得福报 说吧 老乞丐便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这可把夫妻俩震惊住了 很快只见一道人影 从外面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随后扑通一下就跪倒在了李安的身前 正是那黑心道士 可倒是此时古兽如柴 身上还贴着许多黄服 想必这就是老神仙的手段了 道士一脸惊恐地说道 里园外你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吧 都是那周家请我来的呀 我知道错了 文言李安心中一惊 没想到这竟是周五所为 于是李安也被彻底激怒 便将周五告到了官府 有了道士在一旁作证 那周五无论如何辩驳也无济于事了 后来在县令的调查之下 发现这周家竟然还跟山贼有着密切联系 于是在县令的严加拷问下 周五终于是说出了实情 这周家正是山贼安插在城里的眼线 当初李家被灭就是周五报的信 这些年来周家没少给山贼好处 而山贼也替周家办了许多见不得光的事 于是县令一怒之下 便将周家连根拔起 而那山贼失去了眼线 也被彻底地清除了 如今大仇得报 李安心中也是了无牵挂了 而妻子也是扶下了老神仙 留下了药丸 不久后终于是给李安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发生在马家庄里 庄子里有个名叫马三的小伙子 马三今年已经十八岁了 小伙子人不错 而且家里的生活条件也算是可以 他老爹是做小生意 马三到了成婚的年龄之后 就有不少的媒婆到他家里提亲 不过马三是一个都没有相中 这其中还不乏 有好些个长相出众的女子 说到这里有个的看官就纳闷了 难道这马三是个不好女色的男子 其实不然 这马三并不是不好女色 这都是因为有个算命先生 给马三算了一挂导致的 这个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马三依次和几个小伙伴上街游玩的时候 看到天桥底下围了不少人 年轻人都好奇呀 几个人全围上去看 只见在众人中间有个看着先锋倒鼓的老者 前面放了一张桌子 旁边还立着一个帆 上面写着张半仙 原来是个算命的 不过看着情况 这张半仙应该是有两把刷子的 因为有好几个人都是说 自己是前两天过来算命 今天是特意的来感谢张半仙的 算得实在是太准了 听得马三和其他几个小伙伴 也很好奇 这算命先生是不是真的有本事 于是几个小伙伴 也纷纷上前让张半仙给自己算算 自己命运如何 等报完生辰八字之后 张半仙就说出了他们现在的情况 不能说是一点不错 但百分之九十全是对的 至于后来张半仙说 他们今后的运程 几人也都相信了 不过也都是平淡无奇的一生 等到给马三算的时候 张半仙就说道 小公子天生父贵命 二十岁之前必定能娶到一个富家千金的小姐 从此小日子就飞黄腾达 事业不可估量 张半仙这一番话说的小伙伴都对马三投来了的羡慕的目光 马三听后心中也是大喜啊 没想到自己竟然是天生父贵命 以后还能娶个富家的千金小姐 简直是美滋滋 所以这才是马三想不中媒婆给他介绍姑娘的原因 虽然人长得是不错 但没有一个是家里富裕的 这跟算命先生说不一样 为了自己今后的事业 马三决定等着自己命中女子的出现 马三虽然不着急 但他父母可急坏了 为了给儿子说个媳妇 能早日让他们老马家延续香火 马老汉就经常着马三去张福海家 张福海市的马老汉生意上的朋友 他家里有个闺女名叫张月如 模样长的俊俏 而且还知书达理非常贤惠 马老汉就想和张福海结成亲家 张福海也同意 毕竟两人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 知根知底 自己闺女嫁过去也不会吃亏啊 有了马老汉和张福海给创造的机会 马三和月如的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 马三虽然心里面记着张半仙说的话 自己要娶的富家的千金小姐 但两个年轻人 孤男寡女时间长了 就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 不过激情过后 马三就后悔了 玉如虽然长得不错 自己也喜欢 可他家里并不是很富裕 也不是富家的千金小姐 这对自己以后事业帮助不大呀 于是就决定和月如断绝来往 可他毕竟和月如已经有了夫妻之时了 两个月过后 月如的肚子就大了起来 张福海就找马老汉商量两个孩子的婚事 马老汉一听说这事 心里是又喜又怒 喜的是自己儿子行动迅速 婚事终于是有了着落了 怒的是这小子竟然敢做出这样 有为常理的事情 赶快把马三叫来商量一下和月如成亲的事 马三一听顿时吓坏了 想到自己以后的富贵生活 自然不肯和月如成亲的 于是当天夜里留下一封书信 就离家出走了 马三逃走的消息让张福海给知道了 气得不行 为了顾忌和马老汉这么多年的交情 并没有到他家里大吵大闹 只是让马老汉给自己和他月如一个交代 这种事情马老汉怎么能交代呢 是自己儿子有错在先 现在又直接逃婚 这要是得传扬出去 自己的老脸就丢尽了 只能把所有的家产拿出来给张福海赔罪 从此两家就断绝了来往 再说马三从家里跑出来之后 本以为能遇上自己命中的贵人媳妇 没想到两年过去了 富家小姐是碰到了不少 但没一个看上他的 因为马三从家里拿来钱已经全部花完了 他自己又没有什么谋生的手段 只能靠着乞讨生活 您说那个富家小姐会看上一个乞讨的叫花子呢 这天马三正在拿着破碗在路上正要饭呢 突然听到一声脆响 抬头一看 自己碗里被扔进了一块碎银子 马三赶忙 对施舍自己的人道谢 抬头见是一个贵妇人 身穿名贵的绫罗绸缎 头戴黄金发钗 身旁还有两个好看的小丫鬟跟着 一看就是有钱的人 再仔细一瞧 马三就愣住了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张福海的闺女张月如啊 没想自己跑到这里还能碰到她 幸好自己现在是棚头盖面 衣衫蓝绿 月如并没有认出自己 等人走远之后 马三这才反应过来 看样子月如应该是嫁人了 想到这里 马三就赶忙老家看看 到底是个啥情况了 等马三到家之后就冷了 之前自己家里虽不是什么大院 但也是弄整整齐齐的 现在是破落不堪呢 走进院里之后 一个老太太从屋里听到了动静 出来看看是谁 见到来人之后 眼泪都下来了 马三给赶忙上前扶住了自己的母亲 无视是一边埋怨马三 一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他走后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原来马老汉把所有的家产赔给张福海之后 就找人去寻找马三 可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 最后抑郁之下得了毛病 一年后就过世了 张福海回家之后 听说月如要上吊自杀 就找了一个大夫给开打胎药 把月如肚子里孩子给打掉了 从这之后张福海生意上是越做越顺 没两年的功夫就挣下了万贯家产 还给月如找了一个意表人才的书生 当了上门女婿 马三听后顿感眼前一黑 差点没有昏死过去 这简直太离谱了 要是自己不听信那张半仙的话 自己和月如成亲之后 肯定也会发达起来的 现在自己还害得自己老爹允命 马三心中大怒 安顿好母亲之后 就要去找张半仙去算账 但张半仙早就不在天桥底下算命了 经过多方的打探 马三终于在别处找到了张半仙 这找他算命的人依然是不少 马三气冲冲地走过去 就说张半仙就是故弄玄虚 算得一点都不准 张半仙一看有人来砸场子 立马就询问马三是咋回事 马三把自己的多年前算命的事给大伙讲了一遍 然后还气愤地说道 自己现在不光是媳妇没有娶到 穷得现在都以药饭为生了 张半仙听后就说道 我算命保证没错 先前看你的确是富贵之相 但现在再看你额头的富贵纹路已断 你一定在二十岁之前做了什么缺德之事 这才把你的命数给改变了 马三一听就赶忙把自己和月如之前发生的事情说过了一遍 张半仙听后就说道 不是我算得不准 你自己面对美色把持不住 差点导致女子允命 这是伤了阴德 所以你富贵线才会断的 马三听后赶忙请张半仙救救自己 张半仙捋着胡须说道 人的命数都是天定的 我也没有办法 说完就收摊走了 马三只能灰溜溜地回家去了 自己弄的这一烂摊子 自己得收拾啊 现在父亲过世 只留下母亲一人 自己得好好的照顾 尽笑道 回到家里之后 马三把家里仅剩下积蓄拿了出来 当作自己的本钱 开始四处地学着自己老爹做生意 好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条件 让自己母亲过得好一些 可是这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 马三忙活了两个月 这钱没有赚着不说 还欠了商家不少银子 幸好马老汉之前 做生意名声还不错 商家也愿意帮马三一把 不然这小子早就破产了 这天下午 马三处理完手里的一批货之后 就着急朝着家里赶去 一是天色马上就快要黑了 走夜路不安全 二是马三也担心 母亲无视自己一人 在家中无人照顾 可能是马三赶路太着急 没看好路 脚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 一下子摔倒在地了 马三爬起身朝着地上一瞧 发现了一个浅蓝色的小包袱 马三好奇 就捡起了这包袱 感觉还挺沉的 打开一看 立马就愣住了 这包袱里面竟然放了有五百两银子 马三赶忙把包袱给放好了 然后在不远处找了一棵树 自己坐在树底下就琢磨开了 自己这是走远了 一下子捡到了这么多银子 有了这些银子 自己就可以把债务还清 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了 可转念又一想 不对 自己捡了银子是高兴了 但那丢银子的人可能急坏了 而且丢的还不是小数目 自己要是把这钱给瞒下的话 丢银子的人指定会出事的 这缺德的事情自己可做过一次了 可不能再做了 就算是把钱拿走 自己花的也不心安 干脆还是等着施主来吧 然后马三就在这树底下 等着施主前来寻找 可这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眼看就要黑了下来 马三实在是等不了了 心想自己还是先回家等 明天再来这里等吧 就在马三起身走了没两步 就见不远处走来一个穿着考究的老者 边走还边朝路边查看 好像是在找着什么 而且是一脸的着急之色 马三见状估计这老头是找银子的 于是就上前询问啥情况 那老者见状就对马三说开了 说自己是张府的管家叫刘成 今天一早自己和少爷外出进货 谁知道回来的路上 碰到了土匪 不仅把货物给抢了 少爷也被他们扣下了 还要五百两银子的赎金 仅完子十件不到银子 他们就要撕票 我赶忙回府里把这事给少夫人说了 他给了五百两银子 让我务必把少爷给带来 可这事都怪我 走到太匆忙了 半路上把一个装有五百两银子的蓝色包袱给掉了 就是现在回去再拿银子时间也来不及了 要是少爷出了事 少夫人和少爷感情那么好 估计也会出问题的 这可怎么办呢 马三听后就赶忙询问了 刘成丢的那个包袱还有何特点 刘成都一一硕上了 马三忙把包袱拿出来问道 您看这是你丢的包袱吗 刘成拿着包袱激动地说道 真是太感谢您了小兄弟 你不光是救了我一命 也 是救了我们少爷和少夫人一命啊 大恩来日必报 说完一拱手 刘成拿着包袱就急速地赶路了 估计是就他们家少爷去了 马三见状也安心地回家了 也许是马三做了好事的缘故 后来他生意慢慢就有了起色 这天马三书席打扮一番就要出去 吴氏见状叫住他说道 早饭你还没吃呢 马三挑着担子就出门了 给吴氏留下一句话说自己晚上再回来吃 原来今天是临线张继商铺选货的日子 马三想把自己的货攻击张继商铺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 自己也算是生意成功一半了 不过能不能不能成功马三心里也没谱 因为他听说这次去的散户不少 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等马三挑着担子到地方的时候 张继商铺门口排了不少人 马三见状也是赶忙排了过去 快到上午的时候 终于是轮到了自己 几个伙计把马三的货拿过去 让一个老者查看 那老者看了一番之后 就说道 这货品成色不错 这是谁的呀 马三见状心里一喜 赶忙说道 这是自己的 那老者抬头看了一眼 马三 疼得一下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周围的伙计一看都冷了 啥情况 这刘管家怎么这么大反应啊 马三也冷了 不过随后心里就乐了 因为这老者正是刘成 刘成激动地走到马三跟前说道 小兄弟真的是你 真是太好了 那天走得实在是太匆忙了 忘了问你叫什么 家住哪里了 我们少爷和夫人非要让我找到你 当面对你表示感激呀 然后拉着马三就走 等到了张府 刘成赶忙去禀报了 没一会的功夫 从屋里就出来两个人 一个是一表堂堂的公子 一个是穿着华丽样 帽俊俏的夫人 马三见到这夫人 立马一愣 转头就想跑 原来这夫人竟然是月如 马三不知道自己现在该怎么面对她 月如也发现了马三脸色一变 但她并没有说什么 随后马三就让刘成拉到宴席上去了 期间月如找了一个机会单独给马三说自己已经把以前的事情都放下了 希望马三也不一直想着了 而且还十分感谢马三帮忙 救助了自己丈夫 马三见月如不再怨恨自己 心里也是放下了一件心事 从这之后 马三的生意算是红火了起来 还在城里还开了自己的铺子 后来城中王源外的千金来马三的铺子转悠 两人就对上眼了 开始的时候 马三并不知道自己喜欢的女子是王源外的千金 直到快成亲的前一天才的知道了 没过多久马三就成亲了 有了老岳父的支持 马三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一次马三带着媳妇去游玩 半道上碰到一个算命先生 这算命先生也是老熟人了正是张半仙 张半仙见到马三 惊讶地说道 两年不见 你一定是做了件大善事 你的富贵线虽然是恢复了一些 只要你坚持行善 不做恶事 以后还会更好的 马三听了张半仙的话 也是明白过来 命运这个东西本就琢磨不透 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不是那个人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它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只要你一直做好事行善举 你的运气就不会差 日后大富大贵指日可待 好了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说完了 看完的朋友有啥想法 可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一下 最后不要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咱们下个故事再见 明朝万里年间 在通州庆安县内有一个年轻人名为李强 他自幼便失去了父亲 是由母亲张氏一手带大 生活很是拮据 张氏性子柔弱 见人都不敢大声说话 因此经常被村里的妇人嘲笑 都说为母则刚 张氏为了自己的孩子只能是强忍着委屈 去接些缝缝补补的宫活度日 周围的乡亲们见他一个妇人不好生活 还得养活孩子 便劝他改嫁 这家里没有个男人怎么也不行 再加上张氏生的貌美 因此便开始有人上门提亲 可是张氏担心自己改嫁后 孩子受欺负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些年来把家里的银两都花在了孩子身上 好吃的好喝的都给了李强 自己却是瘦得不成样子 如今李强已经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小伙子 便跟着同村的乡亲们 去城里做了挑脚 虽然这活是又苦又累 但是正道的银两却比一般的宫活要多上一些 如今李强开始挣钱了 家中的日子也就好了许多 隔三差五的还能吃上顿肉食 让母亲很是欣慰 这其中的不容易 只有他才能明白 要说这张氏也是一个苦命的人 没有享受几天松心日子 自己竟是生了一场大病 险些要了他的命 幸亏郎中来得及时 这才活了下来 可仍然是留下了病根 需要吃药来续命 为了给母亲治病买药 仅仅几天便将这家中的积蓄都花完了 而且还欠下了不少的外债 张氏每天都躺在床上抹泪 说是自己连累了儿子 还不如一死了之 李强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根本就不会放弃母亲 于是便开口道 娘 您放心 我早已经托人打听了 最近王家要招人呢 像我这样神强体壮的肯定会被选中 到时候您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在李强的一番劝说下 母亲这才心中舒缓了许多 于是便开口道 那王家乃是大户人家 若是我儿真的能去城 我也算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了 其实李强也只是为了安慰母亲随口一说罢了 这王家招人不假 可是这竞争却太过激烈 像他一个穷小子 哪里会有机会 不过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他便打算去尝试一番 在几日之后 李强特意换上了一件新衣 因为今日便是王家选人 他定然要打扮得正是一点 准备好 之后他便急匆匆地出门了 很快 李强便来到了王家之外 此时已经有着一大群人在此聚集 想必都是来着应聘的 看这架势 最少也得几百人 可王家只说招五名家丁 如此看来 自己想要被选上是难如登天了 就在此时 一个浑身脏臭的乞丐 朝着众人走来 拿着一个破碗 走到人前便晃上一晃 显然是来要钱的 这附近的人们都等着王家开门 纷纷不耐烦地将乞丐赶走 也不知是谁力气大了一些 竟将老乞丐推翻在地 李强健壮连忙上前 将老乞丐搀扶了起来问道 老伯 怎么样 摔得严重吗 文言 老乞丐说道 多谢你啊 年轻人 老头子 我没事 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 一个个都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最基本的品质都丢了 像你这样的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不久后 只见王家大门突然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个老者 老者打亮着面前之人 眼神还时不时地瞟向李强 李强心中不禁一愣 这老者怎么看上去有些面熟 只听老者开口道 我乃王家管事 今日便由我来管理此事 话音落下 便见到一些头脑灵活之人上前送礼 在他们看来 要想从这群人中脱颖而出 只能付出相应的代价 谁知管事却开口道 这五名人员 我早已选中 凡是我点到的 便随我进府 文言 众人皆是心中意紧 期盼着自己能被选中 李强默默地待在原地 却不料管事远远地对着他一指 周围之人 对李强是又羡慕又恨 不知道他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李强不禁心中大喜 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幸运 带到走进王家他 这才明白 原来刚才的老乞丐 就是管事假扮的 为的就是考验众人 想必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吧 于是管事便亲自给几人安排了供活 除了李强 其余的四人都被安排到了别院帮忙 唯独剩下的李强一人没有安排 就在李强疑惑之时 管事却笑道 年轻人 你倒是赶上了一个好机会 恰好梁铺里缺一个学徒 这唯一的一个名额便给你了 你可要好生 努力呀 文言 李强大喜过望 这学徒可是比下人好太多了 李强不禁给管事跪下磕了几个响头 并保证道多谢管事厚爱 小子定然会努力的 于是李强便去了王家的粮铺做学徒 管事还特意和掌柜打了招呼 让他对李强多多照顾些 因此掌柜不敢轻视李强 将自己的经验一一传授与他 李强他是肯干 做事认真 跟着掌柜学了不少的东西 而且他的天赋也算不错 让掌柜是赞叹有加 仅仅两个月后便可以独自掌管粮铺了 自从来了王家做事 李强正道的银两遍多了不少 于是李强便请来了高明的郎中 为母亲治好了病 让母亲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这天 李强接到消息 王家打算在城里开一家新的粮铺 要让他过去做掌柜 这可把李强激动坏了 于是李强便答应了下来 这新开的粮铺本来就不好经营 这对于李强来说算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于是李强便整日铺在店铺里 不仅对自己严格 对他的下属更是严加要求 于是在李强的操作下 店铺里的生意是越做越好 似乎都有些要将老店压过去的趋势 由于李强的出色表现 便收到了王源外的亲自邀请 李强内心忐忑 王源外出名许久 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可是再见到王源外之后 便是打消了他的顾虑 只见王源外生的慈眉善目 对他说话也是和言细语一般 让李强不禁心中意暖 经过了今日一叙 李强便和王源外变得熟络了起来 王源外对李强很是看重 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能力出色 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品质 看到李强被王源外看重 王家上下对李强都是恭恭敬敬的 唯独一人 对李强是记恨在心 此人便是王源外的外甥柳成 这柳成自幼便跟随王源外学习经商之道 如今这王家许多的产业都是由他管理 所以柳成便养成了嚣张跋扈的习惯 在这城里也算是恶名昭彰 如今见到李强被王源外看重 柳成便心中不快 若是任由这李强成长起来 恐怕自己的这地位怕是不保啊 于是他便心中暗暗记恨上了李强 这天 王源外邀请众人赴宴 不料王源外却当着众人说道 今日老夫宣布 李强便是王家的少东家了 日后你们定要好生对待李强 闻言 众人皆是起身恭贺李强 不料柳成竟是起身说道 老爷 这李强何德何能 做这王家的少东家 我不服 只听王源外说道 我已经准备将宇燕许配给李强 这少东家自然是由他来做 此事就这样决定了 闻言柳成心中大惊 没想到王源外竟然要收李强为女婿 自幼柳成便在王家生活 心中早就对宇燕表妹倾心已久 只不过迟迟没有说出来 没想到现在不仅王家产业归了别人 就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要被人抢走 柳成一目之下便离开了席位 对于如此的小闹剧众人 根本就没有理会 这次的酒宴完全就是王源外 为李强设计的 目的就是祝他日后好打理王家 自此以后 李强便与自己的未婚妻来往密切 二人早已互相倾心 等着李强熟悉了王家产业 便是他们二人的大婚之日 这天 王源外将李强叫到身前说道 强儿 这次我出门 你一定要将王家照顾好 带我回来便为你们举办婚事 李强答应道 伯父此次出行要多加小心 我定会将王家照顾好的 王源外因为有一桩大生意要谈 因此便急匆匆地出门了 谁知过了没几日便传来了噩耗 王源外竟然在路上被马匪截杀了 就连他的尸身都被带了回来 此次柳城跟随王源外前去 回来之时 他这身上也是布满了伤口 再看那王源外的模样更是凄惨无比 王家便只好将王源外厚葬了 如今王家只剩下了王源外的妻女 柳城便拿出了一封书信递了过去 柳城说道 这是舅父留下的遗书 以后这王家我定会好生接管 妻子胡适接过书信打开一看 果真是丈夫的笔记 在书信上王源外说 这王家由柳城操持 李强毕竟是个外人 难免会有些私心 母女俩见到是王源外的亲笔 便只好将王家交给了柳城来打理 柳城心中大喜 殊不知这第一件事便是将李强给扫地出门 虽然宇嫣极力劝阻 不过这王家大权到了柳城手里 她一个女人又能改变什么 李强自打从王家离开后 便再也没和宇嫣见过面 这都是柳城安排的 而且李强为了谋生 便自己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不料刚有点起色 就被柳城出手破坏 一来二去 李强便将家中的积蓄都挥霍一空了 为了谋生李强 只好去学门手艺 王家管事不忍心 看到李强的现状 便为他推荐了一个木匠周大师 周大师见到李强他是肯学 是个做木匠的好苗子 于是便将他收作了弟子 李强没有因为现状而自暴自弃 反倒是奋发图强 没日没夜地练习木匠手艺 如此认真的模样 让周大师很是赞叹 这天周大师将他叫到身前说道 孩子 我这里有一本数法残卷 你可拿去参读 其中奥妙无穷 若是能习的意思 够你一辈子受用了 文言李强连忙拜谢道 多谢师父厚爱 徒儿定会严加苦读 不辜负师父的期望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如今的李强 已经到了出师的水准 原本学徒是要三年之后才可出师 可周大师对自己的徒儿很是疼爱 便允许他提前出师了 于是李强便自立门户 开启了木匠铺子 由于技艺精湛 价格便宜 因此很快就被大家所认可 找他做工的人是越来越多 这天李强来到了临县做工 可是他刚到主家便愣住了 他不可置信地说道 小五 你竟然还活着 为何会躲到此处啊 那被换作小五的男子猛然一阵 下意识便要逃走 一个不小心就摔倒在地 李强连忙将他搀扶起来道 小五 你告诉我 那天你和王源外出去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小五见到李强一身脏兮兮的衣服 不禁失红了眼眶道 李大哥 是小五对不住你啊 都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王家 原来 当初柳成找到了小五 打算花钱收买他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去告知 马匪王源外的必经之路 好让马匪来趁机杀害王源外 原本小五是拒绝的 可是柳成却拿他的家人威胁他 小五只是个普通马夫 心中自然就慌了 在柳成的威逼利诱之下 这才叫来了马匪 他见到柳成与那马匪私通 逼迫王源外写下一书 随后竟然挤刀就结果了他 小五看到王源外死去 连银子都不敢要 便带着全家搬到了这里 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落魄的李强 李强知道了真相 心中大怒 他发誓一定要将这柳成的真面目揪出来 不过空口无凭 即便他说出了真相 恐怕别人也不会信的 就在此时小五却说道 李大哥 机会倒是有一个 三日之后 那马匪头子江奎就要 娶王小姐为妻 你便可以趁那时候出手 听闻自己的未婚妻要被马匪抢走 李强心中便是充满了怒火 于是李强便打算冒险一事 待到夜里三更天时 王家上上下下便都睡下了 李强这才趁机从外墙翻了进去 按照自己的记忆 李强便来到了羽燕的房内 羽燕本以为是禁了贼 可是听到李强的声音之后 竟是激动得喜极而泣 羽燕哭诉道 李郎 我等你等得好苦 后天我就要被那柳城嫁给别人了 你带我走好不好 于是李强便将自己知道的说了出来 得知真相的羽燕心中充满了怒火 若不是李强拦着 恐怕早就去找柳城决一死战了 李强说道 羽燕 我倒是有一妙计 不过还需你委屈一下 此次我定然要给王伯父报仇 羽燕说道 李大哥我都听你的 只要能给我父亲报仇 我做什么都可以 于是李强便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由于担心计划暴露 李强便先行离开了 三日之后 一个脸上有着刀疤的壮汉突然来访 此人正是那马匪头子江奎 有着王家做他的眼线 江奎在这城里是来去自如 当江奎见到貌美如花的羽燕之时 心中不禁大喜 于是便带着羽燕来到了山里的寨子 殊不知在他的身后 还悄悄地跟着一个人 正是李强 此时江奎在山上已经喝得晕头转下 于是在小弟的搀扶下 这才回到了洞房之中 江奎望着床上貌美的妻子 心中激动不已 二话不说就扑了上去 谁知羽燕不怒反笑 只见他在被子偷偷地放了一条青蛇 这青蛇被困了许久 出来见人就咬 对着江奎的小腿便咬了一口 江奎瞬间就感觉一阵头晕脑炸 整个人便从床上滚落到地 当他在抬头看向羽燕时 却发现羽燕竟然变成了一个木偶 就在此时 一队官兵突然闯入 将寨子里的马匪全都捉拿归案了 原来李强利用秘书为羽燕做了一个替身 随后便告知了官府 由他带队悄悄跟随 趁着马匪们醉酒便一轰而上 成功将这颗毒瘤铲除掉了 随后在县官的逼问下 终于是将柳城给捉拿归案 王家再一次回到了李强的手里 王家在夫妻俩的操持下是越来越好 后来二人举办了婚事 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清朝嘉庆年间 九阴山下住着一对年轻夫妇 男的名唤周念平 是个猎人 妻子姓郭 小明教育儿 两人成亲还不到一年 正是如胶似妻的时候 加上育儿不但人长得漂亮 还非常的贤惠体贴 周念平对他自然是百般宠爱 还把家里所有的银子都交给他来保管 但是进来这段时间 周念平突然察觉 妻子好像有些不对劲 按说他见数高超 而且打猎经验丰富 每次进山都能满载而归 可是把卖掉猎物得来的银子交给妻子后 他并没有攒下来 家里也没有别的开销 不知道钱都被他花到哪去了 虽然心生疑惑 但周念平担心直接问妻子 会伤害夫妻之间的感情 于是只在暗中留意 可是观察了一段时间 他还是没有弄明白 妻子是怎么把钱花掉的 周念平不禁在心中暗想 虽说现在日子过得还不错 但以后生儿育女 那样不得花钱 自己每天不辞辛苦地进山打猎 不敢有一丝懈怠 全都是都为了这个家 如今钱不明不白的就没了 这怎么能成呢 思来想去 他决定务必要查清楚这件事 于是在这天清早 他装模作样地背上弓箭 谎称要进山打猎 实则出门后就找了个隐秘的地方藏了起来 他想看一看 自己不在家的时候 妻子都在做什么 令他略感意外的是 没过一会儿 妻子就穿戴整齐出了门 静止朝街上走去 怀着复杂的心情 周念平赶紧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就见他一路急行 直奔即逝 先在熟食店买了一大包酱牛肉 接着又去酒馆 打了一壶好酒 躲在暗处的周念平 看到这里 顿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原本以为妻子有了二心 所以才把家里的钱 偷偷藏了起来 谁能想到 他只不过是嘴馋而已 自己前脚刚出门 他随后就来买酒买肉 可干嘛要偷偷摸摸的呢 难道是怕我嫌弃他能吃吗 想到这里 周念平嘴角浮现一丝宠溺的笑意 自言自语地说 傻瓜 能吃是福啊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周念平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他担心这时候现身会让妻子尴尬 于是跟在他身后 打算看着他安全到家了 再照常进山打猎 可是走着走着 他就发现妻子在一个路口拐进了岔道 那根本不是回家的路呀 周念平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连忙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过不多时 郭玉儿来到山脚下 钻进密林中不见了 周念平顿时心下一林 赶紧跑过去扒开碍事的枝叶 正巧看见妻子轻车熟路地走进一个隐秘的山洞 带到郭玉儿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洞口 周念平才 捏手捏脚走过去 探头往里面张望 洞里很暗 什么也看不到 就在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进去的时候 一阵游远而近的脚步声传来 他赶忙闪身躲在了灌木丛后 刚隐藏好身形 就见妻子出现在了洞口 脸色平淡 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只是手里的酒肉 这时却不见了踪影 走出山洞后 郭玉儿没坐丝毫停留 便立即原路而返了 周念平目送他走远 直到看不到身影 这才从藏身的灌木丛后走了出来 看着黑悠悠的山洞 他决定进去探一探 于是深吸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洞口附近有阳光照射进来 勉强可以看清 但是越往里走 四周就越黑 在这种环境中 恐惧感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 周念平不敢继续往里走了 只得无奈地退了出去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妻子与人私会 但他买酒买肉送到这里 却是事实 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 肯定存在着一个野男人 而看似贤惠的妻子 却背着自己 拿家里的钱来倒贴这个人 哎 这就叫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周念平叹息一声 心里是五味杂陈 但他也明白 捉贼要拿脏 捉奸要拿双 没有真凭实据 就算是质问妻子 他也不会承认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 虽然郭育儿还是像过往那样善解人意 但周念平看在眼里 总感觉有些别扭 这晚两人准备歇息时 他就故意话里有话地问道 娘子 我每天都要进山打猎 有时候要三五几天才能回来 你一个人在家闷不闷呢 有没有想过 找个人陪你聊聊天打发时间啊 郭育儿一边掀开被子钻进去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 有时候是挺无聊的 但谁家女人不是这样呢 你是一家之主 自然要去打猎赚钱养家 我虽然偶尔会感到烦闷 好在待在家中 不用受风吹日晒 还可以做些针线女工打发时间 就是经常会心神不宁 担心你独自一人 在深山老林里 会不会遇到凶猛的野兽 会不会遇到山精野怪 看见妻子回答得如此从容 不但没有半点心虚都样子 还透露出对自己的关切 周念平一时间也有些迷茫了 但她很快又想 这女人也太会演了吧 明明做了亏心事 还能这样面不改色 看来以前实在是小瞧她了 你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 我会拆穿你的谎言的 周念平在心中暗暗说道 这时郭育儿突然问她 相公 你在山中打猎的时候 会不会感到害怕呀 周念平顿时心念一动 随即寒沙射影地回答道 害怕 男子汉顶天立地 除了怕当王八外 能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告诉你 谁要是敢让我当王八 哼 我的弓箭可不是吃素的 郭育儿扑痴一声笑道 谁会让你当王八呀 你又没长四条腿 说吧 她就钻进周念平的怀里 低声地难道 相公 我困了 咱们早点歇息吧 这样的情形 让周念平越发捉摸不透了 她在心中暗想 我都说得这么明显了 可她根本没有意识到 我话里有话 难道是误会她了 又或者 她是故意的 之后的日子里 周念平成天疑神疑鬼 就连打猎时都会走神 而且每次进山的时候 她都要不惜绕一点路 也要去那个隐秘的山洞附近转转 想看看有什么人在那里进出 只可惜去了好几次 并未发现有什么异样 又过得几天 她发现家里的钱还是会少 于是决定顾忌重施 再跟踪妻子一次 不过这次要做好万全准备 一定要把妻子 还有与她私会的人 当场抓住 逐一打定后 她这天便假装进山打猎去了 实则躲在暗处盯着自家门口 像上次一样 没过多久 郭育儿就走出家门 朝及视方向去了 看着妻子买好酒肉 周念平知道 她下一步肯定是要去那个山洞 于是抢先一步来到洞口 藏身在一块石头后 以意待牢 过不多时 郭育儿便走进山洞 毫无察觉地朝里面继续走去 周念平担心打草惊蛇 没敢立即跟上去 好在没过一会儿 郭育儿的脚步声就停止了 接着就听她说 这是周记的酱牛肉 还有这壶陈年花雕 你慢慢享用 听到这话 周念平顿石血冲脑门 不禁在心里暗骂道 好你个郭育儿 我拼死拼活 打猎赚的血汗钱 竟然被你拿来买 这些好东西便宜别的男人 既然你无情 那就别怪我无意了 遭受这种奇耻大辱 周念平再也无法忍受 把弓箭往地上一丢 抽出准备好的匕首 一个箭步便朝洞里冲了进去 郭育儿并没往里走多远 隐约可以看到 他正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一个黑影 两人听到动静都吃了一惊 那个黑影更是反应迅速 当即飞快转身 朝着山洞深处跑去 周念平赶到时 那人早已消失在了黑暗中 神色慌张的郭育儿 看清来人是周念平后 脸色变得更加惨白 直直无无地说 相公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 周念平语气冰冷地质问道 说 那人是谁 郭育儿连连摇头道 不 我不能说 都到这个时候了 妻子还不肯说实话 周念平越发恼怒 把手中的匕首往前一地对准他的胸口 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逼问道 我再问你一次 那人到底是谁 郭育儿显然没有料到 百般体贴的丈夫 静慧变得如此凶狠 当即委屈地大哭起来 呜呜呜 我这是为你好啊 周念平怒急返笑道 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背着我与人私会 还拿我的血汗钱给他买酒买肉 你就是这样 对我好的 我 郭育儿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这时周念平已经失去理智 他挥舞着匕首 歇斯底里的咆哮 快说 那人到底是谁 郭育儿满脸泪水 但依旧坚定地摇头 眼里充斥着惊恐 委屈 除此之外 似乎还有一丝决绝 这是你逼我的 周念平的心智 已经彻底被愤怒占据 他仰起匕首 狠狠地刺了下去 可他心里深爱着郭育儿 实在下不去手 于是突然掉转匕首 大喊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活在世上 还有什么意思 接着就要一死了之 郭育儿惊呼道 不要啊 与此同时 山洞深处也传来一声怒吼 助手 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 话音刚落 一个人影缓缓走了出来 只见他蓬头垢面 衣衫褴褛 乍一看 跟个恶鬼似的 周念平看着来人 不禁眉头紧皱 暗想 妻子的眼光也太差了吧 这人哪一点比自己强了 他刚才说的话 又是什么意思 心里虽然充满疑惑 但他还是紧握匕首 一副随时上前拼命的架势 而郭育儿看着那人 眼里既是惊恐 又是担忧 那人却冲他微微一笑 说 对不住了 是我骗了你 接着 他转头对周念平说 你先冷静一下 你的妻子对你真的很好 只不过是被我骗了 周念平越发疑惑 他扭头瞥了郭育儿一眼 发现他居然 也是满脸惊讶之色 好在那个神秘人 接下来到一席话 终于解开了所有的谜团 原来 此人名叫张虎 外地人士 一年前因醉酒后 与人争吵 失手将对方打死 而成了通缉犯 为了躲避官府追捕 他一路逃到此地 藏身在了这个山洞中 巧的是 就在张虎藏在洞中的第二天 郭育儿就突然来到了这里 而他之所以会来 那是因为周念平那次进山打猎 八九天了 还没有回家 郭育儿担心他的安危 所以才不顾危险前来寻找 谁知刚走到山脚下 天空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好在他发现了一个山洞 于是便进去避雨 然后就撞见了张虎 一看张虎那模样 郭育儿便被吓得大喊 鬼啊 转身就想往外跑 张虎担心 他会泄露自己的行踪 立即抢先一步堵在洞口 随后灵机一动 故意拖着声调说 我是山鬼 你为何闯入我的地盘 还不快快说来 起料郭育儿居然把他的胡话当真了 当即老老实实地回答 他是来找山中打猎的丈夫的 张虎因为逃亡 早就饿得鸡肠鹿鹿 见他如此好骗 心中顿时想到了一个能填饱肚子的计谋 之后 他就装腔做事地告诉郭育儿 山中人寿的性命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既然郭育儿冒犯了他 就必须赎罪 不然就会让他的丈夫周念平丧命 郭育儿顿时吓坏了 忙问要怎么赎罪 张虎就让他在周念平出门的时候 买来好酒 好菜供他享用 并且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只要他老实照办 他就不会伤害周念平 就这样 担心丈夫生命安危的郭育儿信以为真 当天就去买来酒菜送进山洞 也是事有凑巧 第二天周念平就平安回家了 而他之所以进山那么久 是因为那几天 他在追踪一只罕见的银湖 接下来的日子 郭育儿便默默地保守着这个可怕的秘密 只要周念平一出门 他就立即去集市买来酒肉送进山洞 供张虎享用 生怕怠慢得罪了他 丈夫会有性命之忧 靠着郭育儿的送来的食物 张虎才得以苟且偷生 直到今天 周念平突然闯了进来 误会妻子是在这里与人私会 羞愤之下还要自我了断 眼看即将酿成悲剧 张虎良心未免 这才主动现身说出了实情 听他说完 周念平手一松 匕首掉在了地上 他转身看着妻子 突然将他紧紧抱住 深情地说 你怎么这么傻呀 我刚才差点对你 郭育儿眼里擒着泪说 那会儿 我真的以为他是山鬼 我怕说出他的身份 他就会伤害你 宁愿自己承受不白之冤 甚至险些命丧皇权 也不想丈夫受到半点伤害 这么好的妻子 自己竟然误会他背叛了自己 周念平是极感动 又惭愧 于是郑重地向郭育儿表达了歉意 随后转头盯着张虎怒目而逝 气愤地说 我娘子心思单纯 被你骗得团团转 你说 这笔账该怎么算呢 张虎尴尬一笑 说 这都是我的错 看到你们夫妻恩爱 我也想我的娘子了 哎 这人不人 鬼不鬼地逃亡生活 我算是过够了 你们把我绑上送去衙门吧 这样 你们会得到一笔赏金 就当是我对你们的补偿吧 周念平 微微一愣 有些不相信地问道 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你真的愿意 张虎苦笑 我已经决定了 就算官府判我死罪 但至少再处决钱 还可以和娘子见上最后一面 最终 张虎被送到了衙门 但周念平并没有得到赏金 因为他告诉官差 张虎是投案自首的 虽然对妻子的误会解除了 但周念平 每每想起自己当时冲动失控的模样 还是忍不住 暗暗自责 而郭玉儿也有些懊恼 自己竟如此轻易地上当受骗 被张虎耍得团团转 自己就不该轻信 他人 更不该对丈夫有所隐瞒 总之 经此一事后 两人似乎都想明白了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夫妻之间都应该开诚不公 坦诚相待 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产生误会 才能避免被有心之人钻空子 明朝万里年间 在通州庆安县内有一个年轻人名为李强 他自幼便失去了父亲 是由母亲张氏一手带大 生活很是拮据 张氏性子柔弱 见人都不敢大声说话 因此经常被村里的妇人嘲笑 都说为母则刚 张氏为了自己的孩子只能是强忍着委屈 去接些缝缝补补的宫活度日 周围的乡亲们见他一个妇人不好生活 还得养活孩子 便劝他改嫁 这家里没有个男人 怎么也不行 再加上张氏生得貌美 因此便开始有人上门提亲 可是张氏担心自己改嫁后 孩子受欺负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些年来 把家里的银两都花在了孩子身上 好吃的好喝的都给了李强 自己却是瘦得不成样子 如今李强已经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小伙子 便跟着同村的乡亲们去城里做了挑角 虽然这活是又苦又累 但是正道的银两 却比一般的宫活要多上一些 如今李强开始挣钱了 家中的日子也就好了许多 隔三差五的还能吃上顿肉食 让母亲很是欣慰 这其中的不容易 只有他才能明白 要说这张氏也是一个苦命的人 没有享受几天松心日子 自己竟是生了一场大病 险些要了他的命 幸亏郎中来得及时 这才活了下来 可仍然是留下了病根 需要吃药来续命 为了给母亲治病买药 仅仅几天便将这家中的积蓄 都花完了 而且还欠下了不少的外债 张氏每天都躺在床上抹泪 说是自己连累了儿子 还不如一死了之 李强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根本就不会放弃母亲 于是便开口道 娘 您放心 我早已经托人打听了 最近王家要招人呢 像我这样 神强体壮的 肯定会被选中 到时候 您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在李强的一番劝说下 母亲这才心中舒缓了许多 于是便开口道 那王家乃是大户人家 若是我儿真的能去城 我也算对得起 你死去的父亲了 其实李强 也只是为了安慰母亲 随口一说罢了 这王家招人不假 可是这竞争 却太过激烈 像他一个穷小子 哪里会有机会 不过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他便打算去尝试一番 在几日之后 李强特意换上了一件新衣 因为今日便是王家选人 他定然要打扮得正是一点 准备好 之后他便急匆匆地出门了 很快 李强便来到了王家之外 此时已经有着一大群人在此聚集 想必都是来着应聘的 看这架势 最少也得几百人 可王家只说招五名家丁 如此看来 自己想要被选上是难如登天了 就在此时 一个浑身脏臭的乞丐 吵着众人走来 拿着一个破碗 走到人前便晃上一晃 显然是来要钱的 这附近的人们都等着王家开门 纷纷不耐烦地将乞丐赶走 也不知是谁力气大了一些 竟将老乞丐推翻在地 李强见状连忙上前 将老乞丐搀扶了起来问道 老伯 怎么样 摔得严重吗 文言老乞丐说道 多谢你啊 年轻人 老头子 我没事 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 一个个都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最基本的品质都丢了 像你这样的好人 一定会有好报的 不久后 只见王家大门突然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个老者 老者打亮着面前之人 眼神还时不时地瞟向李强 李强心中不禁一愣 这老者怎么看上去有些面熟 只听老者开口道 我乃王家管事 今日便由我来管理此事 话音落下 便见到一些头脑灵活之人上前送礼 在他们看来 要想从这群人中脱颖而出 只能付出相应的代价 谁知管事却开口道 这五名人员我早已选中 凡是我点到的便随我进府 文言众人皆是心中意紧 期盼着自己能被选中 李强默默地待在原地 却不料管事远远地对着他一指 周围之人对李强是又羡慕又恨 不知道他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李强不禁心中大喜 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幸运 带到走进王家他 这才明白 原来刚才的老乞丐就是管事假扮的 为的就是考验众人 想必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吧 于是管事便亲自给几人安排了供活 除了李强 其余的四人都被安排到了别院帮忙 唯独剩下的李强一人没有安排 就在李强疑惑之时 管事却笑道 年轻人 你倒是赶上了一个好机会 恰好梁铺里缺一个学徒 这唯一的一个名额便给你了 你可要好生 努力呀 文言李强大喜过望 这学徒可是比下人好太多了 李强不禁给管事跪下磕了几个响头 并保证道 多谢管事厚爱 小子定然会努力的 于是李强便去了王家的粮铺做学徒 管事还特意和掌柜打了招呼 让他对李强多多照顾些 因此掌柜不敢轻视李强 将自己的经验一一传授与他 李强他是肯干 做事认真 跟着掌柜学了不少的东西 而且他的天赋也算不错 让掌柜是赞叹有加 仅仅两个月后便可以独自掌管粮铺了 自从来了王家做事 李强正道的银两遍多了不少 于是李强便请来了高明的郎中 为母亲治好了病 让母亲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这天 李强接到消息 王家打算在城里开一家新的粮铺 要让他过去做掌柜 这可把李强激动坏了 于是李强便答应了下来 这新开的粮铺本来就不好经营 这对于李强来说算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于是李强便整日铺在店铺里 不仅对自己严格 对他的下属更是严加要求 于是在李强的操作下 店铺里的生意是越做越好 似乎都有些要将老店压过去的趋势 由于李强的出色表现 便收到了王源外的亲自邀请 李强内心忐忑 王源外出名许久 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可是再见到王源外之后便是打消了他的顾虑 只见王源外生的慈眉善目 对他说话也是和言细语一般 让李强不禁心中意暖 经过了今日一叙 李强便和王源外变得熟络了起来 王源外对李强很是看重 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能力出色 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品质 看到李强被王源外看重 王家上下对李强都是恭恭敬敬的 唯独一人 对李强是记恨在心 此人便是王源外的外甥柳成 这柳成自幼便跟随王源外学习经商之道 如今这王家许多的产业都是由他管理 所以柳成便养成了嚣张跋扈的习惯 在这城里也算是恶名昭彰 如今见到李强被王源外看重 柳成便心中不快 若是任由这李强成长起来 恐怕自己的这地位怕是不保啊 于是他便心中暗暗记恨上了李强 这天王源外邀请众人赴宴 不料王源外却当着众人说道 今日老夫宣布 李强便是王家的少东家了 日后你们定要好生对待李强 文言众人皆是起身恭贺李强 不料柳成竟是起身说道 老爷 这李强何德何能 做这王家的少东家 我不服 只听王源外说道 我已经准备将与燕许佩吉李强 这少东家自然是由他来做 此事就这样决定了 文言柳成心中大惊 没想到王源外竟然要收李强为女婿 自幼柳成便在王家生活 心中早就对于燕表妹倾心已久 只不过迟迟没有说出来 没想到现在不仅王家产业归了别人 就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要被人抢走 柳成一目之下便离开了席位 对于如此的小闹剧众人根本就没有理会 这次的酒宴完全就是王源外为李强设计的 目的就是祝他日后好打理王家 自此以后 李强便与自己的未婚妻来往密切 二人早已互相倾心 等着李强熟悉了王家产业 便是他们二人的大婚之日 这天王源外将李强叫到身前说道 强儿 这次我出门 你一定要将王家照顾好 带我回来便为你们举办婚事 李强答应道 伯父此次出行要多加小心 我定会将王家照顾好的 王源外因为有一桩大生意要谈 因此便急匆匆地出门了 谁知过了没几日便传来了噩耗 王源外竟然在路上被马匪截杀了 就连他的尸身都被带了回来 此次柳成跟随王源外前去 回来之时 他这身上也是布满了伤口 再看那王源外的模样 更是凄惨无比 王家便只好将王源外厚葬了 如今王家只剩下了王源外的妻女 柳成便拿出了一封书信递了过去 柳成说道 这是舅父留下的遗书 以后这王家我定会好生接管 妻子胡适接过书信打开一看 果真是丈夫的笔记 在书信上王源外说 这王家有柳成操持 李强毕竟是个外人 难免会有些私心 母女俩见到是王源外的亲笔 便只好将王家交给了柳成来打理 柳成心中大喜 殊不知这第一件事便是将李强给扫地出门 虽然宇嫣极力劝阻 不过这王家大权到了柳成手里 她一个女人又能改变什么 李强自打从王家离开后 便再也没和宇嫣见过面 这都是柳成安排的 而且李强为了谋生 便自己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不料刚有点起色 就被柳成出手破坏 一来二去 李强便将家中的积蓄都挥霍一空了 为了谋生李强 只好去学门手艺 王家管事不忍心 看到李强的现状 便为他推荐了一个木匠周大师 周大师见到李强他是肯学 是个做木匠的好苗子 于是便将他收作了弟子 李强没有因为现状而自暴自弃 反倒是奋发图强 没日没夜地练习木匠手艺 如此认真的模样 让周大师很是赞叹 这天周大师将他叫到生前说道 孩子 我这里有一本书法残卷 你可拿去参读 其中奥妙无穷 若是能习的意思 够你一辈子受用了 文言李强连忙拜谢道 多谢师父厚爱 徒儿定会严加苦读 不辜负师父的期望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如今的李强已经到了出师的水准 原本学徒是要三年之后才可出师 可周大师对自己的徒儿很是疼爱 便允许他提前出师了 于是李强便自立门户 开启了木匠铺子 由于技艺精湛 价格便宜 因此很快就被大家所认可 找他做工的人是越来越多 这天李强来到了临县做工 可是他刚到主家便愣住了 他不可置信地说道 小五 你竟然还活着 为何会躲到此处啊 那被换作小五的男子 猛然一震 下意识便要逃走 一个不小心就摔倒在地 李强连忙将他搀扶起来道 小五 你告诉我 那天你和王源外出去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小五见到李强一身脏兮兮的衣服 不禁失红了眼眶道 李大哥 是小五对不住你啊 都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王家 原来 当初柳成找到了小五 打算花钱收买他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去告知 马匪王源外的必经之路 好让马匪来趁机杀害王源外 原本小五是拒绝的 可是柳成却拿他的家人威胁他 小五只是个普通马夫 心中自然就慌了 在柳成的威逼利诱之下 这才叫来了马匪 他见到柳成与那马匪私通 逼迫王源外写下一书 随后竟然挤刀就结果了他 小五看到王源外死去 连银子都不敢要 便带着全家搬到了这里 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落魄的李强 李强知道了真相 心中大怒 他发誓一定要将这柳成的真面目揪出来 不过空口无凭 即便他说出了真相 恐怕别人也不会信的 就在此时小五却说道 李大哥 机会倒是有一个 三日之后 那马匪头子江奎就要娶王小姐为妻 你便可以趁那时候出手 听闻自己的未婚妻要被马匪抢走 李强心中便是充满了怒火 于是李强便打算冒险一事 待到夜里三更天时 王家上上下下便都睡下了 李强这才趁机从外墙翻了进去 按照自己的记忆 李强便来到了羽燕的房内 羽燕本以为是禁了贼 可是听到李强的声音之后 竟是激动得喜极而泣 羽燕哭诉道 李郎 我等你等得好苦 后天我就要被那柳城嫁给别人了 你带我走好不好 于是李强便将自己知道地说了出来 得知真相的羽燕心中充满了怒火 若不是李强拦着 恐怕早就去找柳城决一死战了 李强说道 羽燕 我倒是有一妙计 不过还需你委屈一下 此次我定然要给王伯父报仇 羽燕说道 李大哥我都听你的 只要能给我父亲报仇 我做什么都可以 于是李强便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由于担心计划暴露 李强便先行离开了 三日之后 一个脸上有着刀疤的壮汉突然来访 此人正是那马匪头子江奎 有着王家做他的眼线 江奎在这城里是来去自如 当江奎见到貌美如花的羽燕之时 心中不禁大喜 于是便带着羽燕来到了山里的寨子 殊不知在他的身后还悄悄地跟着一个人 正是李强 此时江奎在山上已经喝得晕头转向 于是在小弟的搀扶下 这才回到了洞房之中 江奎望着床上貌美的妻子 心中激动不已 二话不说就扑了上去 谁知雨燕不怒反笑 只见他在被子偷偷地放了一条青蛇 这青蛇被困了许久 出来见人就咬 对着江奎的小腿便咬了一口 江奎瞬间就感觉一阵头晕脑炸 整个人便从床上滚落到地 当他在抬头看向雨燕时 却发现雨燕竟然变成了一个木偶 就在此时 一队官兵突然闯入 将寨子里的马匪全都捉拿归案了 原来李强利用秘书为雨燕做了一个替身 随后便告知了官府 由他带队悄悄跟随 趁着马匪们醉酒便一轰而上 成功将这颗毒柳铲除掉了 随后在县官的逼问下 终于是将柳城给捉拿归案 王家再一次回到了李强的手里 王家在夫妻俩的操持下是越来越好 后来二人举办了婚事 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明朝万历年间 在通州顺平县内有一个李台村 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 由于村子临近水源 所以乡亲们大多数靠着捕鱼为生 村子里有一个李老汉 他捕鱼多年 靠着自己的努力攒下了银子 取到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张氏 平日李丈夫外出捕鱼 张氏就在家里学着修捕鱼网 虽然挣的银两不多 但是也让李老汉的压力小了许多 夫妻俩成婚多年 张氏为李家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李琪 从小夫妻俩就对李琪百分疼爱 别的孩子 有的自家的孩子也不能差了 待到李琪大典之后 便开始帮着父亲下水捕鱼 李琪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要懂事 别的孩子见到捕鱼太过辛苦 经常会不听家里的话跑出去玩 可李琪却懂得心疼父亲 每次都会跟着父亲从早忙到晚上 转眼间 李琪就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小伙子 如今的他已经完全地掌握了捕鱼的技巧 由于年轻力壮 在整个村子里都是个捕鱼的好手 父母见到他也老大不小了 便有了给他说没的打算 于是张氏便找到了村里的董媒婆 想要让他帮忙给儿子说个好媳妇 要知道父子俩打了一辈子鱼 这家底虽然比不上城里人 但是在村子里已经算是上等了 所以董媒婆便保证一定为李琪找个好姑娘 果然过了没几天 董媒婆就传回了消息 说是在邻村有个姑娘生得貌美 恰好与李琪年纪相仿 便打算为二人撮合一番 文言一家人是激动不已 连忙在家里备好了酒席 便让李琪与那姑娘在家见了一面 二人聊得很是投机 互相也是心生爱慕 于是两家便商量着下周见一面 好敲定婚事 可是让李琪没有想到的是 一场意外的到来 却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这天李琪正在集市上卖鱼 突然几个同村的乡亲们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其中一人说道 李琪 你快些回家看看吧 你父亲捕鱼石出了意外 人就快不行了 文言 李琪不禁心中大惊 他顾不上自己的摊位 直接就一路跑回了家 还没进屋就听见里面传来了母亲的哭声 李琪不禁心中一紧 他进屋一看 只见父亲正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母亲则是跪倒在床边不停地哭泣 于是李琪便开口道 娘 我爹他怎么样 张氏见到儿子回来了 他赶忙哭诉道 刚才郎中说了 你爹他这是隐急爆发 想要治好的几率不大 而且还需要一大笔银两 如今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文言 李琪心里一阵悲痛 不过他并没有犹豫 他开口道 娘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们就不能放弃 我一定会治好跌跌 说吧 李琪就拿着银两找到了郎中 在李琪的强烈要求下 郎中便只好尽力而为 可是让李琪没想到的是 这仅仅四五天的时间 家里的全部积蓄就都花得一干二净 而且李琪还跟乡亲们借了不少 可即便如此 李老汉仍然是没有好转的迹象 郎中建立其家中的条件 难以维持 便决定不再给李老汉治疗 就这样不出两日 李老汉就彻底没了生机 母子俩强忍住内心的悲痛 将李老汉安葬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母子俩迟迟走不出阴影 尤其是张氏 每天都会因为思念丈夫而哭泣 最后竟因为这心病 而瘫倒在了床上 张氏的病倒让原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为了给母亲治病 李琪只好厚着脸皮跟再去跟乡亲们借钱 可是乡亲们担心她没有偿还的能力 全都拒绝了她 被逼无奈 李琪只好去城里找了好几个宫活 这一干就是一整天 直到深夜才能回家 见到李琪家中出了如此大的变故 之前的姑娘也就与她断了联系 为此张氏也是心中愧疚 她总会拉着儿子说道儿啊 都是娘不争气 让你连个媳妇都讨不到 娘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可李琪却总会安慰到 娘 困难只是暂时的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孩儿一定会让您过上好日子的 一晃三年过去了 这几年来 李琪每天都是节衣缩食 为的就是能够早日偿还上乡亲们的债务 不过好在她足够努力 半年前终于是把债都还清了 如今靠着李琪的努力 母子俩的生活也是有了很大的改善 不过张氏牵挂的一直是儿子的婚事 可没人给李琪说了几个姑娘 人家知道李琪的家境后全都拒绝了她 这可把母子俩给愁坏了 这天李琪做完工正准备回家 可突然她发现不远处正围着一大群人 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于是李琪便走了过去 待到靠近一看 只见一个如花似玉般的年轻女子正跪倒在地 在地上还写着一排排文字 原来这女子名叫翠娥 从小都是靠父亲将她一手带大的 如今父亲身染重病倒在了床上 为了给父亲治病 翠娥只能是将自己卖掉 虽然这里围观的人不少 但是却没有一人肯买下翠娥 像翠娥这样来路不明的女子 谁也不愿意轻易相信她 看到翠娥如此的可怜 李琪便上前说道 姑娘 不知道你父亲看病需要多少银子 文言 翠娥不禁眼前一亮 她赶忙说道 需要十两 只要大哥能拿出十两银子 我就是大哥的人了 听到竟然要十两银子 乡亲们全都是惊呼出声 要知道 娶个媳妇 也不过是六七两的彩礼钱 这姑娘张嘴就是十两 看样子是卖不出去了 李琪微微皱眉 要知道自己现在满打满算 也就四两多银子 这十两也是太多了 于是李琪便摇了摇头准备离开 见到李琪要走 翠娥赶忙说道 大哥等等 不知你能拿出多少银子 李琪抬手比出四根手指道 我家里就只有四两银子 不知姑娘可否愿意 文言 翠娥不禁一愣 眼神中也满是纠结之色 不过片刻之后 翠娥竟真的点头道 大哥是个老实人 只要大哥拿出银两 翠娥便是你的人了 听到翠娥的话 李琪心中大喜 她激动地说道 好 我这就回去取银子 你一定要等我 说吧 李琪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家 她取了银子就给了翠娥 随后翠娥表示要带她回家探望自己的父亲 李琪便一口答应了 李琪跟着翠娥来到了城外的一个小村子 这里的住户零零散散 大多数是些无家可归的难民 看来这翠娥家里的条件是真不好 很快 二人就来到了一间茅草屋内 只见一个老汉正一脸虚弱地躺在床上 见状李琪赶忙上前 与老汉问好 二人简短地聊了几句 老汉表示对李琪十分满意 于是便决定今晚就让二人成婚 闻言李琪也是激动万分 于是他便回去收拾屋子去了 到了傍晚时分 李琪便将新娘子接了回来 李琪迫不及待地将妻子的盖头掀开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她呆愣在了原地 只见这面前的女子根本就不是翠娥 而是一个年长的妇人 见状李琪不禁致问道 你究竟是谁 为何要假冒我的妻子 闻言 妇人不禁哭泣道 我名叫刘翠之 是被那二人拐骗而来 你也是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闻言 李琪不禁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是被骗了 于是李琪便跑到翠娥家里去讨要说法 可他们早已经拿钱离开 张氏知道后 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 便撒手离去 李琪心中悲痛 便将母亲安葬在了后山 由于母亲离世对她打击太大 李琪便也病了一场 多亏了翠芝在一旁 忙前忙后地照顾她 这才让李琪恢复了 通过这几日的接触 李琪也改变了对翠芝的看法 而且这翠芝也是个苦命的女子 她的家乡遇到了灾荒 所以翠芝便和丈夫孩子一起逃荒 可在路上加人全都被饿死了 唯独她活了下来 不料竟被翠娥抓到卖到了这里 翠芝见到李琪是个可靠的男人 她开口道 若是你不嫌弃我 我愿意一辈子在你身边伺候你 文言李琪也是心中动容 这几日她也对翠芝有了感情 于是李琪便点头道 翠芝 日后我们就好好的过日子 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就这样二人便在一起过起了日子 平时李琪外出做工 翠芝则是在家里洗衣做饭 而且还会接些女工来做 夫妻俩的日子也是渐渐有了盼头 可是让夫妻俩犯愁的是 结婚这么长时间 翠芝的肚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于是李琪便带着妻子找到了郎中查看 郎中表示 翠芝这是在生第一胎时留下了隐吉 这辈子是不可能生孩子了 文言夫妻俩心中甚是别扭 尤其是翠芝 她本想着为丈夫生个孩子延续香火 可没想到自己竟是如此的不争气 一时间让她心里难以接受 为了安慰妻子 李琪便打听到了一个偏方 或许能对妻子有效 于是李琪便按照方子里的内容去山里采药 不料竟是有了一桩奇遇 李琪由于不认识这些药材 只能比对着药材的模样在山里寻找 她寻找了一天这才堪堪把药材凑够 可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就阴沉了下来 紧接着一阵大雨便倾盆而下 李琪将药草放进怀里 随后便朝着山下跑去 可突然一道凄惨的叫声从前方传来 吓得李琪赶忙就停下了脚步 于是她便顺着声音找了过去 不久后 李琪发现前面竟然有一只浑身是血的狐狸 这狐狸正被一条大蛇死死地缠住 看上去就要不行了 狐狸看到了李琪的到来 一双眼睛里面满是哀求之色 见状李琪不禁心中意紧 随后她便决定救下狐狸 只见李琪举起一块巨石 朝着那大蛇的脑袋就砸了过去 大蛇由于与狐狸缠斗 没有意识到李琪的到来 一下子就被砸得头破血流 狐狸趁机竟是正脱开大蛇的束缚 下一秒便转过身来朝着大蛇攻击而去 这大蛇被打得节节败退 随后便仓皇而逃 见到狐狸安全了 李琪便放心地下山去了 狐狸望着李琪离开的方向 犹豫了片刻便追了上去 等李琪赶到家后 便将药材给妻子熬制好让她服下 随后夫妻俩便随意吃了些东西就睡下了 可到了夜里 夫妻俩便梦见一只狐狸对着他们跪拜 随后那狐狸竟浑身散发出一阵白芒 这白芒融入到了翠枝的体内 狐狸表示这样夫妻俩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等到二人醒来皆是心中震惊 李琪认出了那狐狸 正是自己昨天救下的那只 或许是狐狸回来报恩了吧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 这天翠枝突然就呕吐不止 吓得李琪赶忙带着妻子来到了医馆里查看 郎中诊脉之后便疑惑道 真是奇怪了 你夫人竟然有了身孕 莫非是老夫上次诊断错了不成 闻言夫妻俩不禁喜极而泣 看来那狐狸说的都是真的 就这样李琪便将妻子小心翼翼地送回了家 如今妻子有了身孕 这家里所有的活都落在了李琪的身上 生怕妻子有一丁点意外 就这样在夫妻俩的期盼中 终于到了翠枝生产的这天 为了避免万无一失 一大早李琪就将吻婆请了过来 到了中午时分 翠枝便感觉腹部传来一阵阵的剧痛 见状 吻婆连忙为翠枝开始接生 过了一个多时辰 翠枝终于是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 见到母子平安 这可把李琪高兴坏了 乡亲们得知李琪家田了一个大胖小子 也都纷纷跑了过来沾沾喜气 夫妻俩给儿子取名富贵 希望他日后能够大富大贵 不要再过这种劳累的生活 二人对儿子十分疼爱 那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当成是个宝贝疙瘩一样供着 这天 李琪从外面做工回家 突然见到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的女子 据妻子所说 女子名叫秋梅 是从外地过来投奔亲戚的 不料亲戚却将她赶了出来 所以翠枝便打算收留她一些时日 也好恨跟着自己带孩子 看到秋梅如此可怜 李琪便答应了下来 让夫妻俩惊讶的是 富贵哭闹时 只要秋梅接过手来 就会瞬间安静下来 莫非是富贵与秋梅有缘不成 转眼间就到了富贵满月的时候 这天李琪一大早就开始忙碌 乡亲们也是自发地过来帮忙 由于李琪人缘不错 这宴席都摆到了门外 才让乡亲们全都坐下 就在宴席开始后 一个过路乞丐突然找到了李琪 李琪没有因为他衣衫褴褛而嫌弃他 反倒是拉着乞丐坐了下来 好酒好菜地招呼他 可就在这时乞丐却说道 你的孩子不对劲 他最多活不过今晚 闻言 李琪不禁心中大惊 按理说 自己如此款待乞丐 他不应该会诅咒自己 难道乞丐是个得到高人不成 于是李琪便恭敬地问道 老伯 不知你可有办法救下我的孩子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乞丐点了点头 随后便在李琪的耳边 滴语了几句 闻言李琪心中大惊 随后乞丐又递给了李琪一块玉佩 李琪便带着玉佩急匆匆地离开了 等到了夜里 夫妻俩已经带着孩子睡下了 可突然房门被人悄悄地推开 只见那秋梅竟是走了进来 他来到了床前 突然就张开了血盆大口准备将富贵吞下 可下一秒富贵身上的玉佩突然光芒大作 瞬间就将秋梅给击飞了出去 夫妻俩也顾不得装睡 赶忙带着孩子逃到了外面 只见秋梅化作一条大蛇飞速地追来 他竟然是蛇妖假扮的 原来蛇妖自打伤势恢复后 便准备来找李琪报仇 可他他意外发现富贵竟是那纯阳之体 带到他满月之夜吞服便可使他修为大增 所以便化为人形留在了这里 没想到这李琪竟然早有准备 就在此时之前的乞丐及时赶到 只见他化作一只狐狸 就对着大蛇发动了攻击 剑撞大蛇心中一紧 他已经受了重伤 哪里是狐狸的对手 很快就命丧于此了 事成之后 狐狸便将玉佩赠予了富贵 说是可以护他周全 给他带来运势 自此之后 夫妻俩再也没有遇到过怪事 带到富贵长大后 他凭借自己的过人的学识 竟然高中了状元 最终成为了一方县令 让父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扔贵长大后 优优独播剧场的